会有瓦斯爆炸的时候 通常我们知道的结论是什么 不是他没有把它关好 就是他没有认真检查 甚至他也没有去检查 他们家的瓦斯管线 是不是有哪里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常常去检视 你内在的生命 还是你就觉得 我每天这样过 好 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你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过我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个牧师呢 他曾经分享过 他们在国外要买房子的时候 他知道有一间房子非常的漂亮 而且就盖在湖边 那他其实一直很想要让他的教会 就是在一个很棒的地方聚会 当他看见 哇 那间房子怎么这么便宜的时候 又在这么好的地点 又在这么美的风景 当他去看 他知道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 因为房子里面 已经被白衣住的差不多了 虽然外面看起来好漂亮 但是其实他的里面 已经几乎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有很多隐藏的部分是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又是那样 在这一张图里面 其实当你认真看 你这一只眼 逼一只眼的时候 你在换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张图 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正面吗 你有看到什么面 你除了看到正面 你还看到什么面 其实这个人好像也是侧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眼睛看到的 并不是一定是那样 你必须要真的很清楚 去仔细去观察 这个人他也许是正面 也许是侧面 我们要时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反省 我们要时常去思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在诗篇139篇 他说神啊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我们有时候在做决定 连悟我们自己在想什么 你真的知道吗 经文后面说 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 恶行没有 引我走永生的道路 亲爱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面临太多选择了 在我们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连你自己 在做什么决定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 你会觉得我看是 好像是对的 但是其实是你内心那个恶 你内心那个腐化 你没有看到原来 他已经带你走偏了 所以我们要时常回到神的面前 求问神 让他查验我们的心思 带领我们走那永生的道路 我不知道最近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教界的消息 就是赵庸基牧师 他在所有韩国里面 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界里面 他是一个很棒的牧师 但是他真的太自立于木会的状况 他有去思考他的家庭 已经慢慢的被撒旦的手渗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省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你必须要注重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不只是你个人 你的家庭 甚至是你的工作 我们没有去省私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会把这样这样东西连起来 你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开的 所以当我们再次安静自己的时候 你会去思考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所行的全部 言行合一吗 符合神的旨意吗 在赵庸基牧师 他们面对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韩国的教会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示范 他们没有出来 他们没有讲了一大堆有 他们说了一件事情 是我们知道我们错了 他们公开对所有韩国的社会大众道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东西是必须要被铲除的时候 那你要做一件事情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当你愿意重新改过的时候 神会不会再带领你 希伯来书说 人非有幸不能得神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寻求他的人 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当你愿意相信 他能够进入到你生命里面 唯有你这样确信的时候 那神必在你的生命里面 大大的影响你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 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池子 叫做必试大池 在这个池子里面呢 这个部分呢 他们都会躲在 也不是躲 所有的病人 大概都会躺在这个地方 那在以前呢 这个池子呢 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叫做怜悯之家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称法 就是康复之家 有些人他们都会觉得 我进去 那一个 这里面呢 我就会得着医治 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在这里面没有医生 也没有护士 为什么 经文有说的很清楚 他们只要进入那个水里面 他们就会得着医治 他们就会得着医治 经文怎么说 那里面躺着 虾炎的 瘸腿的 血气 枯干 还有许多的病人 但是 在第四节的时候 他有用一个括号 他有用一个括号 因为有天使暗时 下十字 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 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 就痊愈了 好神奇的神迹 所有的解经家 去研究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怎么得到结论 他们怎么得到结论 这个天使多久下去 搅动一次 经文没有记载 一个月吗 一天吗 一个礼拜吗 经文完全没有记载 那天使真的 什么下去搅动 天使怎么搅 所有的人都会说 天使怎么搅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 解经家有特别提到一点 他是用括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部分 有可能是后面的人 他为了把他形容 让许多人觉得 或许是这样 所以他把他括号 但是 当他们去研究的时候 这个闭示大使 他是会按时 多久不知道 但是他会像噴出硫磺 嘣嘣嘣嘣嘣嘣 所以所有的人就会以为 天使下去搅动那",此 但是我们必须说 所有的人都确信 下去里面 地一个下去里面 会怎么样 一定会好 所以呢 在经文里面 当耶稣问那个人说 你要痊愈吗 那个人多么相信 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他完全也相信水动的时候只要我下去 我就会好 所以他说我正下去的时候 别人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他们知道当他们第一个下去的那个人 一定会好 他们是这样确信的 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他非常的确信 第二个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跟耶稣说可是没有人帮助我 可是没有人帮助我 但是耶稣要让他们看见一个事实是 今天依靠谁才会得以子 真的只有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人 我们知道在这个先下去的时候 他其实在这个走廊里面 在这个壁士大使里面 反映出我们的社会 谁会先下去 他说我正下去的时候 有别人比我更快下去 谁会先下去 一定是他的身体比那些完全不能动的人 一定先下去 今天健康的永远跑得比 不健康的人快 所以今天得着许多祝福 得着许多看起来看似美妙的东西 通常都是健康的人先得到 但是不健康的人呢 他们每天就必须在那边埋怨嘛 其实不是 你要知道耶稣也正在寻求带领那些人 再来我们知道会先下去的人 有什么样的人 一定是家里比较有钱 比较有权 他们可能要下去的时候就有人 十几个人赶快赶快抬下去 让他得着医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被放在旁边的人 耶稣就一定不照顾他们嘛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要我们知道 他都在寻求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地方 当我们跟别人比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书人家的 我的爸爸有三个兄弟 他们都读了很高很高的学位 工作也都不错 但是我爸爸就是从小就不爱读书 所以他国小毕业就没在读书了 那他就在家里种菜啊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但是所有好康的呢 感觉都被哥哥们都抢走了 但是我爸爸曾经在他的生命 分享里面 他说但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就不多嘛 上帝在许多地方 给他许多不一样的祝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别人跑得比你快 当你觉得 我怎么没有得到的那一个部分 上帝给你的真的比别人还少嘛 你仔细思考的时候 你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一定会拍手叫啊 因为你会知道 当你愿意的时候 神会给你很多的 你看不见的 当你愿意去寻求 去看见他给你的祝福的时候 你转头过去看 真的是花礼物全部都有 这个38年的病人呢 他只要抓住机会 神就给他祝福 神就给他祝福 他说没有人帮助我 我相信这句话我们都说过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也说过 为什么都没有人帮助我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这么辛苦嘛 甚至你自己坐着在洗尸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告诉神说 主啊 没有人帮助我 在我遇到这件困难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的帮助 但是在今天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忽然问他 你要好起来吗 你要痊愈吗 这就跟你已经要搭公车了 司机公车问你说你要搭公车吗 你进去吃饭的时候饭都已经端来了 他问你说你要吃饭吗 今天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我们告诉神说 我愿意 没有人帮助我 但是我愿意的时候 为什么神还要问他 你要吗 因为神要给你一个心灵的重建 神要给他一个看见 神要给他一个知道 他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神就随时在他的身边 其实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人没有说他要或不要 但是神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是 你要抓住一个希望 你要抓住一个希望 我们知道当我们太难过的时候 其实当一件事情拖太久的时候 当你的国习关系38年都解决不了 当你的身体有一个病痛到38年都解决不了 当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点 你觉得38年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当有一个女人到38年都不能生育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个人问他说 你觉得你还可以吗 大家还回答得出来吗 我相信我们会跟这个病人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还可以吗 我还可以吗 但是神说 神为什么要这样问他 要告诉他 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今天神也要告诉你 你失去信心了吗 你失去信心了吗 今天当你愿意说好的时候 神就在你的旁边 神就在你的旁边 这个人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你要记得 神就在你的旁边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那有一天他们出差的时候 他们就遇到大水 那他们就受困在那个大水里面 当他们受困在大水里面 他们两个就一起祷告 祷告完之后就有一个人 划着船就过来 跟他们说 你们两个可能要赶快上船 不然呢 就是水会慢慢的淹上来 其中一个基督徒他就先上去了 另外一个基督徒就说 我不养 我已经祷告跟上帝说 我要一个神机了 所以你自己过去 过了一下下 这个水又越焰越高 就有一个人划着独木舟 又经过他的眼前跟他说 先生我占你一层吧 不然我看这样真的很危险 这个人怎么回答 不要 我已经祷告上帝说 要给我一个神机 到了快淹到脖子的时候 他跟他说 有一个气体又过来 跟他说 先生我占你一层吧 你真的再不走的话 这个水等一下就上来了 这个人怎么回答他 不要 我祷告上帝说 我要有一个神机 好 真的 在给他撑一下下的时候 直升机 哇啦哇啦 丢一条绳子下来 先生赶快上来 你再不上来 真的水就不见了 你就快要不见了 水已经快要涨了 你猜他会说什么 不要 我祷告神说 我要有一个神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过了几分钟之后 他忽然发现 他自己站在 珍珠的门口 看到了彼得 他就跟彼得说 诶 奇怪 我不是跟上帝说 我要一个神机吗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这个彼得跟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知道上帝刚刚已经 用了几个神机给你们了吗 可是你说什么 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仔细去思考 当你觉得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 神真的没有帮助你吗 神透过了好多人 在告诉你 好多人在帮助你 你知道有时候 每次我跟我先生 大概有争吵的时候 他都会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你知道有时候 我真的好生气 我就跟他说不要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再次安静自己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再去晃一下 不然就说好了 我们一起祷告 但是大部分祷告完 你一定会安静你自己 而且你会重新看见 你们的哪一面 你们生气的哪一个点 是需要神来带领 神来医治 今天神告诉你说 你愿意吗 你一定要说好 我愿意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不要为什么我要 但是神说 这就是我要带领你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会透过这个接受 让别人看见神的大权能 当耶稣问他说 你要不要痊愈 他跟他说 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 神给他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你起来拿着你的床铺走吧 那个人立刻怎么样 你可站起来 谁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要别人透过他看见神的大权能 让人家知道他就是人类的救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约翰福音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透过这个很简单的神迹 要告诉我们的是 神是一个大有权能的神 神是一个蛮有权柄的神 所以耶稣没有跟他说 请你分享一下 你这三十八年生病的经验 在这边怎么被欺负的 神没有 因为他知道 当他听他的抱怨 八天七夜应该都听不完 所以神没有告诉他说 你赶快分享一下 神说你要靠着你的行动 看见我的大权能 所以在经我里面 他怎么说 他说你起来 你要站起来 你要行动 再来呢 你要做什么事情 拿起你的褥子 再来呢 他说 走吧 上帝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医治他 透过耶稣基督的医治 让他知道 透过他的行动 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见证 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见证 所以今天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行动里面 你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我相信当你做见证的时候 当你告诉别人 神在你生命中的改变的时候 你是彰显神的荣耀 耶稣说起来吧 就是一个医治的记号 今天耶稣有没有在你后面 一直push你 赶快走 赶快走 但是你一直觉得我不可能 如果今天他 耶稣跟他说起来 他还一直看他说 我有办法起来吗 看着他躺着的那个地方的路子说 我有办法吗 你相信他有办法起来吗 他一定要完全放下他 对那个原本辅助他 崴脏也好 那个路子也好 他一定要完全的放下 相信神带领他 透过他的行动 让他得着改变 所以亲爱的 今天神要透过你的行动 彰显他的荣耀 再来 你会发现你走出了一条新的路 所以耶稣说 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图片呢 你看到中间这个 其实他是一棵树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后面呢 耶稣告诉 又再次遇到他的时候 在第十四节 耶稣跟他说 你要当一个完全的人 不要再犯罪了 这一棵树呢 他被全部的叶子包住 那这个叶子呢 叫做小花曼泽染 小花曼泽染 它是一种谋杀树 它是外来种 但是当他呢 盖在一棵树上 他就会开始 叶子长长长长长长长 这个是他比较近的样子 他就会开始 长长长长长长长 然后长到 把整棵树都盖住 那一棵树就会怎么样 没办法行光合作用 它就会慢慢的死掉 所以这一棵树呢 被发现的时候 它大概在一年之后就死了 那时候台东政府呢 有 曾经有广告过 在新闻说 你们只要去收集这些树 把它拔下来 你们就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它的成效一直不张 因为这一种树 它每平方公尺 就有17万的种子 所以它扩散的速度非常的快 只要它 你在扩散的时候 你没有把它拆下来 那这一棵树就会慢慢的 慢慢的被 笼罩 然后慢慢的死去 除非 你用尽心力把它全部拔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 罪恶就像这一棵树的种子 把你的心慢慢的盖住 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说了一个谎 你就要再用一个谎把它圆下来 当你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你通常后面 你时常就要用一个不正当的方式 再去把它收集起来 可是唯有怎样你才会快乐 当你真正面对的时候 当你真正把它从你心里拔除的时候 你才是快乐 跟这棵树一样 唯有你把它那个树叶拔掉的时候 树才会觉得 我又能呼吸了 我又能呼吸了 今天耶稣再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提醒他不要再犯罪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要记得 不要再让罪侵犯到你的生命里面 他说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陷入在罪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时常被罪包围 记得 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神也要我们成为一个 会回应祂的人 为什么神今天会问这个病人说 你要痊愈吗 当神问他的时候 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有没有回答 他没有 但是神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是会回应他的人 每次在洗礼的时候 牧师都会问说 你要不要得救 你要不要怎么样 你要不要怎么样 每次在结婚在见证的时候 牧师也会问说 你要不要怎样 你要不要怎样 神期待我们跟他是有回应 当我们跟他有回应的时候 你发现你可以站起来行动 而且你可以靠着主得胜 我们今天要来唱的这一首歌呢 是圣灵的江河 我当时在看这个 必事当词的时候 我只有想到 那个水就如同圣灵的江河 我们必须要邀请圣灵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甚至完全的改变我们自己 你才有办法得着新的力量 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生病了三十八年 你觉得我马上就有力量 可以改变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接受 如果今天是有问题说 你要不要改变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秘水流 我们今天来千倍的好灵兽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秘水流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秘水流 在你宝座前一道神秘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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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来千倍的好灵兽 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的花梁 只有永留在这里 在我地里面 圣灵活水不尽兴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圣灵 在这一个歌词里面 他说圣灵的江河 只有永留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 我上礼拜曾经给大家看过一个图 当一个人在行走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陪伴在他的身边 你知道当你在你无处的时候 神就在你的身边 当你在痛苦的时候 神也在你的身边 亲亲拍你 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祷告到流泪的经验 那时候圣灵就已经在提醒你 我就在你的旁边 我相信没有圣灵的感动 你不会深刻体会到 神的爱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神的爱遍及在你的身边 就如同经文所说的 圣灵的江河 自由涌流在这里 你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已不停息 神在你生命中的活水 不是天使爱是多久下来搅动一下 而是永远都不停息 你要让你的生命 透过你的生命 透过你的行动 让别人看见 神的荣耀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是 就像经文里面神说起来 拿起你的路子 走路 在你的生命里面要记得 圣灵的江河在你的里面 你要把握住那生命的河流 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 在你的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尽全来千倍的好力应收 在你同彩中 有万一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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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自由擁有的武器 我们会一致水里我带你 圣灵的家河流化流 自由擁有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圣灵的家河自由擁有在武器 我们怀疑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 谢谢你透过你今天所行的神迹 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个经历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每一次脱口说 主啊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埋怨的时候 神啊你的圣灵就提醒我们 我们要转向回头向你告诉你说 主啊我们要你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告诉我们指引我们 查验我们的心事意愿 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让我们知道你的平安的确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的恩典祝福充满在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径上面 主耶稣我们相信 当我们靠着你的医治大全能 当我们身心你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就要像那一个受医治的病人一样 虽然我们瘸腿了 但是当主你的恩典领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拿起来 我们就要往前跨向一大铺 我们要行走去走出神的见证跟荣耀 主耶稣当我们的心中有这个意愿的时候 求你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他们向你说他们愿意的时候 主耶稣你的祝福跟医治就领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或许在他们的家庭或许在他们的工作 或许在他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 但是主耶稣我相信靠着你的全能的时候 你有办法让他们抓住你 就拿起他们的路子起来行走 因为他们知道靠着主耶稣他们就必定要得刚强 再次把所有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灵的面前 愿你亲自来带领他们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